HELLO HALLO 大家好 HELLO HALLO 大家好 HELLO HA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John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拍照或拍片的習慣 如果有的話 你們平時都會用什麼去拍的呢? 相機還是很多東西 特別是拍VLOG 拍VLOG的話 你通常都會用很多抽議論 但現在我覺得用iPhone就足夠 已經拍到好東西了 這裡有個小提示 如果大家想把iPhone轉到4K 就算是設定那裡 用相機就可以轉到4K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一個iPhone Case 超好用的iPhone Case 還有一個非常小的腳架 還有連接麥克風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看下去了 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這個 這個很特別之處 就是很方便 很輕巧 還有什麼都有 然後就是這樣拿出來 這裡很方便 超方便 我分開介紹 我先介紹這個iPhone Case 這個iPhone Case 有什麼好處呢?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看到 它有很多鏡頭 六個鏡頭 六個鏡頭可以這樣拍上去 第一個鏡頭 就是這個廣角鏡 它會令到長遠一點 第二個 就是這個 Zoom近 非常之近 這些毛紅 都可以看到了 第三個就是魚眼 你有時拍照也會用到 拍片也會用到 那這個鏡頭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 你平時可能會夾魚眼 或者廣角鏡頭 好像一樣 找不到 好找到了 例如你買了一個魚眼廣角鏡 然後夾在鏡頭上 經常夾斜 然後之後 它顯示的畫面 就夾到好像萌萌的 不知為什麼 很難教 這個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 按摩上去 它一定準的 它好像有iPhone X 和iPhone 7 什麼都有 然後很方便 最好的之處就是這個位 這個位 它有一個手把位 就像相機的概念 它拿著的話 就不會像iPhone那樣 刪斷的 這樣就很不方便 其實這個手把位之後 你拍照 就可以正好多 焦點好多 有個感覺出來 是像一部相機 然後其實裡面 是有一個普通的機殼 如果你有時想 要多幾個鏡頭用一下 那一天 那你就可以吸回這個上去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 去旅行 你搭車或搭船的時候 拍照 周圍拍照 非常之好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我覺得很新奇的東西 就是這個 那第二件事是什麼 有時拍片 不想太煩 所以拿相機 第二件事就是這個 就是咪 連腳架的物體 那它是給你做什麼的 有時出街 可能想拍一下VLOG 那很方便的 它插什麼電話都適合的 就是它可以插這個iPhone7 那什麼VLOG 因為它是用扭的 這樣扭緊它 接著之後 插一支咪 其實很方便 超方便 可以這樣 退前退後 很穩 因為你拿著這個東西 整個就好像很穩定 而且很方便 因為它有這個手柄位給你 那你就這樣可以拿著它 然後就用拍東西 你有時拍自己 就可以拿著前面 然後拍著自己 然後懶是什麼 這個是很值得大家買的 我覺得 多少錢的話 我先看看 因為它這個 是8磅 但是咪要十幾磅 因為其實咪 市面上也很多 為什麼會買這個呢 是因為這個咪 有好處就是 它在後面可以插回EF Phone 讓自己聽到聲音 還有它用充電的 充電也可以用到一整天 所以都很好 如果你們平時有時說 想去街拍影片 不一定說 一抽意拿著相機 拿著什麼 其實拿著這個東西 我覺得已經非常之好 已經是足夠 足夠去玩 所以不知道大家喜歡嗎 我就想分享給大家看 不知道為什麼不看 如果有人看的話 有人喜歡的話 就可以留言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還有接下來我會拍很多不同的旅遊影片 因為我現在會去 我現在去英國 我現在會拍英國的影片 還有家人 還有法國的影片 很開心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